我们不会写这些东西 但是我一路上都在帮这些有梦想的人 完成他们在舞台上的梦 不管今天是台上的某一些效果 或是他想要的某一些场景 某一种道具 或者是他想要某一种情境氛围 甚至于我好像刚刚讲说 在剧场里面好像什么都做过 我甚至于有几天几乎是睡在那个 我们音乐设计张艺的家里面 我刚才有那么好的革命情感 是因为我有一年 2003年国序要做一个西教女儿红 那戏里面他要求就是全部电影配乐 是 是 当时候的音乐设计张艺 看完戏然后回家再创作 然后他又说他需要什么元素 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 能够推传统乐器的乐手 我就说好 我当然就周边找了 找到一个人叫李翰江 能吹锁那能敲锁打鼓 反正什么都会 一个人就能搞定这些事情 后来我就去把这个人接到他们家 重点是那一个人当时候还刚好除车祸 然后所以身体是不方便的 处着拐杖还得拿这么多鸡血桃 然后跟着我到张艺佳去录音 录完之后就 因为那个时候 时间上最赶的其实是音乐 因为那个东西后面要出原生袋 因为我听了几个试听的袋子之后 发现它可以 所以当下我们就决定要帮她出原生袋 可是要出原生袋就有很多东西要很精准 我此刻就要精准 不能等到快开眼前那个东西才精准 有几天就几乎是快睡在他们家了 盯着她跟她一起讨论 跟她讲一些事情 讲画面 在排练长很多的故事 后来她创作了女友红的《眼神袋》 我觉得我跟很多设计师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种革命的情感 那对 都快睡到人家床上去了 怕很多时间 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半夜 会有很多的灵感 会有很多生活的小故事 会在那个当下发生 平常不会发生 那我常常讲说 为什么我们跟某一些人 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对 因为我们曾经走过那一段 辛苦的岁月 对 甚至于 对 我们可能大家一起 蹲在这个剧场的马路边 可能吃饭 或者是当下 什么事也没有做 但是我们就是有那个时间 大家一起 对 坐在那个同样的空间里面 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们成就了这些台上表演的人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幕后 默默地做这些事情 或许一辈子没有人知道 我们是谁 但是 对 我知道那个事情我有参与 而且你知道羡慕的时候 那个掌声一定有一部分是给你的 心里面默默地这样想 所以 因为这样 所以在这个环境就会一路走下去 人家说 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这么艰苦 你又在那里乌乡 对 但是当你想到 你完成那个事情的时候 后面的掌声 其实是代表给全体工作人员的肯定 以及那个作品 因为我的贡献 它比原来艺术家想得更好的时候 我的价值就产生了 所以我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人家说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热情 或者是你为什么愿意一直做 我说 对 因为我永远在挑战 大家给我们的题目 而且我们只要做到了 我的成就感或许比原来的编剧导演 来得更大 那个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肯定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好玩的是 因为我又不是做routine的工作 我每一件事情都是新的 对 都是好玩的 对 甚至于我可以用 以前某一个实验的经验值 去套用到某一个画面上 那当你累积了这么多的资源 人脉以及我们有这么好的 研导的人才 你怎么可以让他没有个好的舞台发挥 好 我真的觉得当观众很幸福 对 有想着做梦的人 有帮他实现做梦的人 那我们就都要走进去剧场 跟你们一起做一场好梦 看一出好戏 当然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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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